在春节结束之后 接下来呢 这个行政院呢 也要改组了 明天呢 苏贞昌将会带领阁员 来进行总辞 那接下来呢 前副总统陈建仁 就要接任行政院长 但是大家现在才发现说 原来陈建仁 他并没有从中研院请辞 因为呢 他现在的身份 还是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这个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的 薪水非常的高 薪水最高 月薪是49万元 而且是全国 唯一可以终身聘的 可以说是活到老 领到老 是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大家想以为说 他是要接任行政院长的话 那么应该是从 这个中研院退休 或从中研院这个请辞吧 就没想到 他还变成了 只是留职庭薪 中研院呢 就回应说 1月27号呢 总统府来函戒调 那么期间是办理 留职庭薪 大家想说 那陈建仁呢 其实在2020年呢 当初他卸任的时候 卸任副总统的时候 他还放弃了18万的副总统的礼遇 然后到了中研院 就没想到原来是中研院的薪水是这么的高 他既然是决心要接任了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徒流画饼呢 大家认为说 那要嘛 你就是直接就请辞 但他现在却是留职停薪来解套 对此呢 文化大学大船系主任 王翔玉就认为 当初呢 陈建仁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改革公务人员的退休金 现在他自己呢 却是领如此的高薪 根本就是坐实了肥猫的行为 而另外呢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也表示 难道把隔魁当成了打工的心态吗 随时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吗 戒调当行政院长 你到底有没有必胜的决心呢 其实在学界或研究单位 戒调其实是蛮常见到一件 那个状况 其实陈建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当年参与了主导 那个公务人员的 那个退休金的改革 但是另一方面 中研院又透过了一些 修改他们的一些章程 将他们那个特别研究员 那个变成就是说 制定为薪水为13万到49万不等 而且还是终身值 这种一个相对的剥夺感 再加上陈建仁确实当时是参与了 这个年金的这个改革 那这个情况来讲 对于社会感染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当然今天人家会怀疑 那个就是说会说他是肥猫的这个行为 其实他这个 从他过去的这些作为 其实被人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指责 他应该要出来解释清楚 这一次陈建仁行政院长 他是由戒调而来 这不禁让人家怀疑 他到底有没有必胜的决心 是不是代表让大家觉得说 他的心态是以打工的心态 随时做不好 都可以随时走人拍拍屁股 我想这绝对不会是我们所乐见的 陈建仁前副总统即将就任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一个高位 却还要继续赞着中央研究院高薪 49万元特聘研究员的职位 我想对于社会来讲 这真的说不过去 而且认为会是肥猫 是不是肥猫呢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说 最重要的责任是为民服务 不是达成总统的任务 他说明显的陈建仁的任务 是来自于总统并不在于老百姓的身上 的确而且不只是任务来自于总统 连阁员也是总统选的妈 来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状态 包含了陈建仁 还有蔡英文跟赖清德 现在一个府院党三个 全部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状态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看 这些新内阁摊开来看到改组的名单 似乎都是被派系给卡死的 难道要拼2024还有猛料吗 好我们就来看到 因为赖清德跟郑文燦两个人呢 都是新潮流的这个同属于新潮流 所以呢是不是在派系上是平衡的 赖清德跟郑文燦一个呢是党主席 一个是副院长两个都是新潮流 而郑文燦呢跟林嘉隆两个人呢 都是学办这个学运的伙伴关系 林嘉隆是代表是郑国会 所以呢大家讲说整个来看到 包含了新潮流 郑国会 苏系 还有包含了阴系的人 全部都有在阁源当中 所以是不是一个派系平衡 是一个党内妥协的产物呢 好这影响的是什么呢 影响到的是2024的选举 好吴子嘉就说了 如果陈建仁的声望呢 越来越高的话 那么他跟郑文燦两个人搭档 选总统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呢接下来怎么样来这个对峙 包含了2024是不是有可能会蓝白盒呢 好现在都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到改组的名单 大家都认为说只有十个不会换人做 本来呢不在苏内阁的新面孔 也只有五个人 对此呢国民党立委 振振钱就痛批了 这样子的改组名单 凸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是派系利益的分配 尤其是文化部长 由许哲来接任 也彰显出来 陈建仁只是蔡总统的傀儡而已 这一次的内阁人士改组 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一波跟第二波 所公布出来的36个名单当中呢 只有五个是新人 其他都是原任继续留任 那么心意有限 基本上是心平装旧酒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没有太多的心意 看到的是民进党派系利益的一个分配 那其中呢 就是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院长 可是在整个新的内阁的人事任用当中的时候 我们看不太到他的角色 那很多的时候感觉都是派系已经先谈好了 或者是小英已经先确定了之后 那他只是出来过个场 那么文化部长史泽的任命 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整个 内阁的人事改组当中的时候呢 那新的格魁显然只是小英总统的一个傀儡 那么事实上真正在操盘的 其实是小英总统 那么也看到了小英总统 对于剩下一年多任期当中的时候 他对于权力掌控的一个饥渴的一个程度 史泽接任文化部部长 史泽是陈菊院长的人马 这个内阁的名单是不是还是民进党各派系的角力的最后的结果呢 但是到底赖青的副总统满不满意 他未来很有可能要替民进党担任总统候选人 这个内阁是不是一个战斗内阁 我们看到换上来的这个第二波专业的内阁名单里面 看起来都是二轮的球员在比赛结束前赶快上场来练习一下培养实战经验 他们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担当可以背负起 目前要解决国内的所谓的社会经济任性等相关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我们也是比较悲观的态度 这是呢行政院即将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出任 但是呢就被爆料说 那么陈建仁其实他没有辞去中研院特聘的研究员员工 他在这两天呢也陆陆续续的po出 开始这个公布了他的阁员的名单 好大家都在问说那哪一些人是留任 哪一些人又是新面孔呢 好我们来看到这份最新的民调 这是呢雅虎民调所做的 那么问题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最希望哪一位部会首长留任呢 好我们来看到目前最高的是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有15.3%是希望他留任的 好另外呢第二个是国防部长邱国正 有14.4%是希望他留任 好但是呢经济部长王美花 也有6.6%是希望他留任的 好不过这看起来其实呢民调的这个程度呢 其实都不高都是十几啊 还有6.6%其实都算是蛮低的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陈建仁 接任新格魁的看法是什么 而其中呢非常赞成的11.4% 还算赞成12.3% 加起来大概是23.7% 那另外呢不太赞成跟完全不赞成 完全不赞成蛮长的一条 43.5% 两个加起来不赞成的部分 是高达了55.8% 所以目前看起来对于陈建仁 接任新格魁的看法呢 不赞成人是占蛮多的 尤其是陈建仁他自己本身 并没有辞去中研院特聘研究员的工作 而是呢总统府行文去中研院 帮他留了一个位置 让他变成是借调来的行政院长 专家就炮轰了 这根本就是学官两期 格魁如果是做不好 他还有高薪可以领 而且呢根据这个调薪之后 月薪可能会高达五十几万 专家就痛批了 连国外都没有听过 最高行政首长是借调来的 陈建仁接任中华民国最高行政首长 没想到这行政院长被爆出 竟是总统府去韩中研院借调来的 大家陈建仁在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原本月薪49万 去年公务人员调薪4%后达52万 且终身职活到老领到老 而行政院长薪水35万 专家大骂全世界哪个最高行政首长 像陈建仁一样 要享有全国最高权利 还要应留另一边的高薪 当个借调来的隔魁 行政院长的特资费一年超过1000万 这个1000万你看看苏贞昌院长 这个1000万可以买牛肉面 所以行政院长很肥 1000就是1000万 借调当行政院院长 同时保留你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的职缺 这就是典型的学官两期 网友炮轰 全国大权一把抓 果然钞票也要雇 小印爱将果然到哪都吃香喝辣 若干的烂下台 回去领高薪就好 哪有差 做了好了 我要选总统 如果做了不好 回头又有个特聘研究员 一个月五十几万在等你 你去看美国的基辛级国务卿 他从英鲁大学去白宫当官 他有没有说我戒掉 尤其陈建仁堪称有公卫学术专业 过去柯文哲喊快筛 等于确诊陈建仁 抢他回去读书 之后又狂挺护航高端 专家炮轰 这到底是什么专业 放眼西内阁 蓝军炮轰几乎原封不动 还是大英内阁 陈建仁根本只是蔡总统 用来挡赖清德的笑面户 如今这最高行政首长 抓着特聘研究员位置不放 到底有没有心为百姓服务 恐怕已经被打上大问号 记得陈正茂李宇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陈建仁将出任行政院长 而其中既有八位的政委 是全部都留任 前立委蔡政员就大酸 这个内阁是挂人头卖菜肉 挂人是陈建仁的人 菜是郑文菜的菜 所以以后这个内阁 谁操盘呢 一定是郑文菜 因为这个内阁很清楚有几个特色 叫做挂人头卖颤肉 就是挂着陈建仁的人头 人头嘛 挂人头 对啦 就是陈建仁的人嘛 挂人头卖颤肉 卖郑文菜的肉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内阁的实际上 以后再操盘是谁在操盘啊 郑文菜啊 当然郑文菜嘛 这一点我想全国上下都有共识嘛 内阁就是一个资源分配 掌控资源的一个机构 陈建仁他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他怎么去弄这一块啊 他也没有做过 受过这种很政治化的训练啊 那谁有啊 这个郑文菜 郑文菜是我所看过 把宋楚瑜的真髓 学的 可以说100分 他在那个担任桃源市长的时候 连国民党的议员都扶扶扶扶的 连国民党的里长都扶扶扶扶的 做工十分精道 做工十分精道 这你不能不服气啊 哪个议员不服气的话 比如说王议员不服气 我就收把王议员旁边的里长装脚 对 他这个很厉害 你就乖乖的服气啦 对不对 那之前在桃源这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就放心 这个带到内部去 挂人头卖颤肉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你要知道吗 现在陈建仁的秘书长 叫李孟燕 他是谁的人 赖清德的人 百分之百赖清德的人 你不用去怀疑 郑文燦跟谁 同一个派系的 跟赖清德同属 新潮流 对啊 对啊 那还有什么话说 就郑文燦的政治利益来讲 蔡英文在明年的5月20号 已经过时酸掉了 他一定要去服赖清德 这个聪明人 他不会做第二个人详 那要服赖赖清德 他资源在手上 李孟燕是赖清德的大内总管 这个郑文燦本来想当行政院长 因为桃源市选败了没机会 想当当主席 因为论文硕士学位被取消 运途不济 现在委屈的当副院长 又涨实权 他唯一的未来前途的希望就是 我听不出来哪里委屈 对啊 我当然就他你个人来讲 他很委屈 都怪那个什么王立委 莫名其妙把他弄了 这什么学伦问题 所以赖清德要搞学伦问题 他不会去弄这个郑文燦 你放心 也不会去弄潘孟安 潘孟安现在是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 其实已经讲白了 然后谁是实际上的主任委员 就是郑文燦 然后副职务员是谁 就是李孟燕 那这个三角形有过稳 有人担心说赖清德拿不到行政院的资源 所以他透过 他透过郑文燦就可以了 透过李孟燕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放心 这个东西就跟稳了 蔡政府进行内阁改组了 但是有多位充满着争议的阁员留任 饱受了外界的抨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出席活动他直接开栓 整体就像是过度性的看守内阁 了无新意 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努力 而外界也关注2024大选的动向 究竟会不会亲自上阵呢 对此朱立伦与戴保留 他强调党内会团结一致 提出对的人选来争取胜选 实在是很不想评论 因为这个内阁大家的感受就是 非常的平庸 也就是没有特色 没有亮点 非常像是一个过渡性 看守性的内阁 我想可能大家连评论都懒得评论吧 希望他们努力加油吧 现在请问前主席的臭助去前往的时候 跟过海班界面有讲说 就是两岸和平 那你觉得这会不会印象到国民党之后 两岸的布局 还有2024政权 这个每一位的前主席 或者是每一位的前辈 我们都是表示尊重 但是国民党的立场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 也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加油 让大家能够过好日子 为人民拼好日子 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目标 现阶段我们现在第一个 再过农历新年 明天会有团败 那我们也全力的努力 第三月四号的南投的立委补选 那我们会一步一脚印 最重要的是全党一定要坚持走对的路 我们提对的人 大家团结努力 团结一致 无私无我 我们放下自我 以大局为重 我相信国民党一定能够胜利成功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